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回到我以前大學住的學生宿舍了 因為前一兩年Alumna是不可以回來拍照 因為疫情就不對外開放了 那現在終於開放了 所以今天就可以回來拍畢業照 順便可以跟大家開箱一下港大的學生宿舍 那應該會預約了業才回來呢 因為我住的時候也不覺得這裡那麼豪華 果然是出來社會工作之後 因為我只知道原來這裡真的蠻棒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吧 這條樓梯是奪命樓梯 因為那邊有升降機的其實是上去 但是那部升降機12時就關門了 大學生嘛 這麼熱血 怎麼會12時回來呢 我們出去玩都玩到4、5時才回來 所以喝完酒之後就是爬到這條樓梯 我記得我在這裡摔破了一部電話 我記得那天是我第一天買了一部電話 第二天就摔破了 最要摔破是摔破鏡頭那塊玻璃 就是整理是超級貴的 沒有人會摔破鏡頭那塊玻璃 最多都是爆屏幕而已 如果現在再放一次 應該沒事吧 有Casify的保護 有些陰影 有些陰影啊 如果它再爆多次 我真的 我跟Casify飛回錢 好害怕 真的是我的電話來的 1 2 Yeah 沒事 鏡頭 沒事 唉 幸好有Casify的 升級版Nimpact防縮手機殼 扣回這個可測舍的手機背帶 太危險了 這條樓梯 還有現在就是正值著Casify 1年1度最大的優惠 Black Friday Sale 一件8 五折 兩件7 五折 三件7折 如果你用我Info Box 32那條link去買的話 還會送你一張50元的Voucher 給你下次當現金用 連成本都用到 平時連成本不是用不到的 還有iPhone 14的手機殼 都可以用到 所以如果大家跟朋友夾單 買聖誕禮物 千萬不要錯了 為什麼說這麼久都還沒到的 這個樓梯真的很長 好 終於上來了 喂 你身後這個呢 這個就是我Hall的標誌的漿 人家相傳說如果踩了它之後 就會不過三 那我那時候 你知道我很反叛的 不是 大家都不知道 你說要不踩 我就偏要踩 我真的不過三 唉 已經看到了 我們今天要去看的房 你不忍耐著 這個就是正門進去 哇 那些梳化挺舒服的 你看它 我們以前那些是很舊的 用了幾十年 那些 再用了東西 3 3 4 我們在這 我們以前在這裡練武 是用一些殘殘舊舊 索色的那些鏡 來練武 正 現在一拉開 就是這個 應該可以再修好 因為它裡面有一間很漂亮的隊友 這就是一些木牌 我之前有名字的木牌 都在上面 我以前就是住6024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改過地址 我大學到現在 我還是在用這個6024 所以可能現在住6024 我會收到很多我的信 好了 謝謝 這個東西還是一樣 這麼多年都是這一塊 我進來都是這一塊 我進來都是這一塊 這張紙十多年了 20年 嘩 多久沒進來 嘩 有這條走廊 嘩 好 我們現在就來到 整個學生宿舍最靈異的一間房 有多靈異 602 因為我覺得這間房 應該是整個宿舍裡面最靈的一間房 因為它是有舞台的 唉 我這間房是沒有樓台的 好 我們現在進去 我們先看這裡 因為我們有分 舊液和新液 舊液就有一個超級大的衣櫃 超棒 我這個小 這個三分之一 看看裡面 這裡呢 有些 有些名字在這裡 住過這間房的人 就會把自己的名字 學科 住在這裡的年份 還有負責職位寫在衣櫃裡面 總之就是 它首先自帶一個 六呎大衣櫃 真是離了大譜 房就沒什麼好介紹 我們不如直接進去吧 嘩 離了大譜啊 這個感覺 香港島最西的日落景 其實這個樓台不小 你知道香港很多新樓 那些樓台只有兩部而已 那些樓台 這裡 即是1 2 3 4 5 起碼有5部 然後還要這麼寬 大學生 有這樣的待遇 還要有空可以在這裡燒夜吃 為什麼啊 你看我那邊先 我是那些房 怎麼搞的啊 的士那麼大窗 因為這間房間 不是每間都有 當然是每間都有 我實在太豪華了吧 這間房間 是整個學生宿舍 只有六間而已 那怎樣才能得到 當然是要 那些 真的說出來 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借出這間房間的同學 都是一個樓主 因為這間有露台的房間 是只有樓主才可以住 樓主就類似是 他那層樓的會長 是可以這樣理解 現在不是每間房間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看旁邊的房間 阿卡爾的房間 普通人 正常舊翼的房間 是怎樣 他房間的空間 是大一點的 因為他沒有露台 為什麼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衣櫃更大 男生房間 通常都比較簡單 一張大桌 這張大桌 都是他送來給你的 一張大桌 一張床 一張沙發 通常就是這樣的配備 男生 還有這個感覺 真的 出來做事就知道 家里夫臨院 你知道多少錢尺 20000元尺 這裡有100尺 對 對 對 都被人罵 你搞到你追不到女生 你搞到你追不到女生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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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首先說了什麼事 因為本來是想著 回來吃個DX 就是彈寧河姐 在這裡的飯堂吃飯 在那邊 但是 但我忘了 今天是星期一 那星期一 就是我們這間 我每逢星期一就會舉辦 這個 HIGH TABLE DINNER 因為還沒學習之前 是穿綠色袍的 所以我又穿個 綠色袍 第一次穿這個黑色袍 還有就是 裡面是Sherry Sherry就是一個 前面HIGH TABLE DINNER 那些挑戰會跟Freshman聊天 是 我Freshman的社也偷走 我們今天的HIGH TABLE DINNER 就是7點半開飯 現在是不是7點3 咦 現在7點5了 我們現在走過去了 遲了不讓進的 對 遲了不讓進的 我記得HIGH TABLE DINNER 然後這裡就是 DINNER HALL 就是我們的飯堂 那時候 其中一個我選這間HIGH 的原因 我就覺得這個牆桌 好像 那個霍甲華之裡面的牆桌 說出來也有點尷尬 我們現在上去HIGH TABLE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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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HIGH TABLE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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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鬆 麻煩 哇 坐最邊的人就要負責不分 所以千萬不要坐最邊 這個只是之前沒見過 這個是每次HIGH TABLE最期待的 因為平時DX很少吃豉油雞 這個普通DX都有 HIGH TABLE就是 我們會跟樓坐 前面這樣就是一層樓 後面這樣就是一層樓 全部都是這樣 剛剛開始吃飯的時候 其實每一層樓主 就會看著HIGH TABLE HIGH TABLE開始吃 那樓主就會開始吃 樓主吃了他們才可以吃 先吃豉油雞 豉油雞是好吃的 都是那種豉油雞 挺厲害的 它的水準可以十年如一日 好吃的好吃 是豉油雞最好吃的 給啦 照給啦 好耶 謝謝 這才HIGH TABLE會蒸水 沒錯 就是賄賂的傘傘 你的桌上有多少碟菜 就反映了你跟傘傘的關係 其實已經差不多吃完了 但是你吃完是不能馬上走的 就是你會看到 這裡是HIGH TABLE 要等他們吃完 我們下面的人才可以走 在等下HIGH TABLE的同事 就可以用CASETIFY送給我的鏡面手機 撿撿自己的樣子 好搞笑 這東西是不是舉印中指 哈哈 好吃完HIGH TABLE 我們最後一個翻新過的設備 就是Library 因為進Library 免得吵人 我就聲音導航一下大家 除了現在大家左手邊 看到那個書櫃之外 所有東西是我住的時候 都沒有的 全部都是新的 哇你看這一行 霸台多棒 還要一人一盞燈 嘩以前燈也不多 現在還要有個會議室 好了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了 拍這條影片 令我又回到以前住的學生宿舍 又看很多我以前拍下的影片 或者照片 看回以前 而血又清潔的時光 真是令人尷尬到打了幾個冷陣 但也是我這一生人 絕對不會想忘記的回憶 雖然我住開的時間不算很長 但如果再給我多選一次 我也一樣會選住開 還有再給我多選一次 一定要用Casedify 新推出的Bounce 極強防水手機殼 因為它的Ecoshock革命性物料 可以分散撞機力 就可以好好保護我們的手機 也可以好好保護我們的回憶 有興趣的就記得 趁Black Friday sale 用我Info Box的link 買三件 除了有七折 還送你50元現金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